怎么我打印出来的身份证复印件是这样的 明明图片没问题啊 其实在我的文档中输入 信美就可以自动一降生成身份证复印件 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将传送至电脑的身份证图片 拖动到我的文档中 然后选定正面图片双击以下 在右上角讲切中选择裁剪 拖动图片上下左右黑色的长方形 把图片正面还有反面的所有多余部分裁剪掉 然后在插入形状中选择巨型圆角形状 在任意位置绘制出形状 然后在右上角把形状的高度改为5.4厘米 宽度改为8.5厘米 再把形状强充改为5.5厘米 接着选定身份证正面图片以后 压Ctrl加C复制 然后选定巨型形状 右击鼠标选择设置形状格式 接着在强充中选择图片或纹理强充 在图片图片中选择降贴板 再把鼠标移动在图片左上角 黄色的这一个小圆点 向左拖动把圆角的弧度调整的比较小一点 双击图片再把形状轮廓改为5轮廓 压看出脚步松手再复制处一个巨型框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制作身份证背后的图片 再把多余的两个图片给删除掉 再把身份证正面和反面排列到合适的位置 压Ctrl加A全选图片 然后在左上角点文件 选择这一个选项 在这个窗口选择校对中的自动更正选项 在替换这里输入身份证姓名 替换为改为代格式文本 这样添加确定 这样设置好以后 当我们需要打印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呢 只需要输入姓名 就可以永久的调取我们的复印件 直接打印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关注诚哥学习更多办公技巧